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写啥呀 但是我感觉我这电脑的反应速度 好像要写都快写完了 但是竟然不写了 昨天的是吧 Static 什么Static Timelit 哎呀 真生气 02的 我有这时间是不是都选了 04 你们也能自己找到啊 这个PostFile 这个PostFile 还有什么金钱的这些东西呢 对吧 爱好就可以不要了 爱好就不要了 就有一个账号和密码就可以了 就有一个账号和密码 这个你也能账过来的吧 这个我就不等啊 那么我这个 get方式 我就干啥了 这里边是不是不能操作cookie啊 对不对 在这边不操作cookie 现在我让这个get干什么呢 去把我这个post的页面给我搞出来 postFile 这样的话我们想看那个cookie的值是不是就得去浏览器里看着了 或者说 真是让人纠结呀 我自己再来一个吧 把那个扇他吧 咱们自己再来一个吧 再来一个什么的呢 一个叫hostFile的 postFile handle了 那么这个怎么写的 应该是clfs req req get post 那么你看啊 我们上面的这个里边还能修改cookie了吗 啊 你在这里还能执行这个什么什么 加一了吗 不能了吧 我在这里就干什么 就读 这里边就不能做任何修改了 是吧 但是你要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啊 cont 他的值啊 要是nand的话 你需要让他干什么 我传过去是不是让counter去等于1啊 对不对 那么我如果不是1 我是不是就直接传这个counter就ok了 对不对 那你看我这里边有修改site的 我这里是不是仅仅只有获取了 是不是啊 我这里边仅仅只有获取了 说对于cookie的一些修改 你就不能放到这个里边了 那么我们在下面这个posterfile里边干什么呢 把我们这个posterfile给他干什么呢 拿出来一份 把这个页面是不是就展出来了 把这个页面是不是就展出来了 那么我们在这儿去修改 如果我点击这个posterfile里边这个登录 我就在这里边修改什么 刚才的那个cookie serve.citecookie 我得先把那个cookie的值怎么样 是不是读出来再加1啊 对吧 那么其实就把哪个代码粘进来了 是不是这是一样的呀 如果我poster一下 是不是就修改了这个cookie 对吧 来我们再捋顺一下这个逻辑给你 你看啊 如果我们现在执行这个这个handler 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cookie 我是不是就是告诉你 你是第一次访问的 其实这个也应该存对吧 那么这个或者说我们就不存了 该是啥我们就给它显示啥 或者说这个就是 未登录对吧 未登录 那么如果有值 我是不是就显示出值了 一会儿其实我们也不看它的未登录情况啊 那么我如果再展示出这个post 我post点击了一下提交 是不是我把这个cookie的值 我给它变了 我是不是在post的请求里去把这个post给它值变了 那变了之后我在这干什么呀 点 锐 bag他 谁呢 我回一下这个界面 我重新向到这个界面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啊 我这部事就能看着他我在访问他那是第几次啊 对不对 来我们看着啊 这个搞事情我们是不是先不管他了 不管他了啊 来我们直接如果现在在这刷新啊 没启动是吧 如果在这刷新的话是不是第17次访问了 第10 哎不变了是吧 是不是就一直是这个了 那么我们再给他来个啥呢 10.0.14421 我们这个叫啥来的 叫post file 那么其实这个我们不用听 我们直接点登录就行了是吧 点登录 哎 是不是回到这个界面 你把18次罚完了 再回来 再登录 第19次了吧 再回来 再登录 是不是第20次了 是吧 那你看我在这我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个我直接就显示第20次了 对吧 我直接访问这个应该也是第20次了 对吧 你看我现在把我的那个酷给的修改 是不是放到哪里去了 是放到post里边去了 对吧 你直接去访问这个路径 你是不是不能去修改 我访问多少次了 我只有在post这里 我是不是才能修改了 是这意思了吧 哎 那么这种方式能不能破了他呢 你说 现在你看我们最开始是用盖的请求 对吧 那么post的请求能不能搞定他呢 试试是吧 你这样啊 把 这个post的file 你给我粘出来一份 你给我粘出来一份 是不是也是到左面上了 把它也是打开 我也让他访问这个这个路径 那这个路径我要干什么 我是不是要写这个完整的路径 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我把这个本地给他执行起来 你看这个网址是不是就本地的了 你看我点登录啊 哎 24是吧 再登录25吧 你看26对吧 那么我在这刷新它应该是20件 怎么回事 啊 这个 来 是不是26 是不是26 你发现post的不安全吗 是不是啊 但你发现我这个post的是不是也能反弯 也能进行破坏了 对吧 也能进行破坏 我现在虽然说是在post里去修改 出给了 但是我能不能通过伪造post的请求 也能给你破坏掉 是不是现在也能 因为现在他为什么能呢 哎呦 差点没点错了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是不是因为同源策略去保护啊 我们因为现在还干啥呢 还没开启呢 现在是没有任何保护 能理解了吧 没有任何保护 那么我想让他保护 我需要干什么 开启这个请求 怎么开启呢 在配置中 添加一段话 添加一个叫啥呢 叫 直接写到配置里 config 再添加一个 这个 XSRF 杠 COKIES 冒号 处 就开启了 XSRF 保护 他还要应用到上面这个cookie 能理解了吧 这个cookie值他是需要用的啊 那么我们又学了一个 这02里的这个再修改一下 再来一个 这是干啥 当为 当为 TRUE时 开启 XSRF 保护 那么当为FOS呢 就不开启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开启了XSRF 保护 这个保护有啥用呢 你看着 我又把这个服务是不是起来了 哎呀 咖雷 钻组20个不行了 还是换成为8000啊 把他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 你看着啊 现在我是不是这个是本地的了 你看这个和我福气同源吗 不是不同源 这个网址啊 来 刷新 我点登录啊 要把点登录 你看 成功了吧 什么成功了 这不失败了吗 他出问题了 我把这个保护开起来 我这个本地 你看着 我刚才这个本地 我是本地吧 我再点登录 你看 是不是 我在请求这个网址 他不让我请求了 是不是啊 我已经请求不了了 这时候保护就算开启了 你看 他开启不了 我这个 我这个你看 我一直行 是不是还一直是26了 他没有把这个给我变掉吧 你看着 点登录 我再点这 再刷新 你看26变了吗 酷可以改了吗 是不是这个请求 他就没请求到啊 那我们看看我们自身的 这是我们 这是同源的吧 你看是不是IP端口 是不是和我福气都是一样的 来 登录 完蛋了 他也给我们关了 因为发现他一开启保护 不管是谁 全给我们保护起来了 谁都进不来 对吧 那么我们开启了保护之后 还要再做什么 啊 还要 是不是要让我们能在自己的 这个同源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访问的 他开启了防护 是让任何人他都不能访问 你们在讲 加工不也是因为用一个post 刚开始能访问 本地起来能访问 最后再不能访问呢 是不是也这样讲的 那咋讲的 直接就写了是吗 其实他们写 我说这个这个 验证 我这个是否能访问 就说我这个本地 如果我现在不开启保护 这个本地 现在是不是能访问呢 是不是就破坏了 那么因为他能破坏 我们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开启保护啊 那么我们已经开启了保护 在这呢 开启了这个保护 那么你会发现 开启保护之后 所有的怎么样 我本地 我同源的 我应该能访问的 是不是也不让访问了 对不对 那么你会发现 我开启保护之后 我还需要干什么 是不是我要应用啊 是吧 那么应用有两种方式 开启保护之后 我们来说应用 一种是 母版中应用 还有一种就是啥 非母版中应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 应该让我们自身的 这个哪个母版 这个这个母版 是不是能提交啊 是不是啊 但你会发现 我们自身的这个母版 是不是都不能提交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 现在应该在母版中 去干什么 是不是去应用啊 来 在母版中 怎么应用呢 哎 你再想一想 呃 你的那个 jango是咋写的 是咋写的 是不是在这 加点农箱 对吧 哎 他也是 他也是 但他加的叫 module model xfrf- 那个叫form -html 加这么一句话 加这么一句话 母版里就能用了 来我们看看能不能用啊 重启一下 好 啊 我这起不来了 好了 来 我们先看看谁呢 啊 先看看 我在这刷新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是多少次 先看一下 是不是26次啊 来 我在这 我们先看谁呢 还是先看这个外边的这个 来 登录 能上去吗 不行 在这个 登录 看 自己的母版的 是不是就能上来了 外边的是不是就上不去了 看到了吧 来 那么你看我在这刷新 他也是不就我们就把它修改了 是不是啊 把它修改了 看到了吧 但是我刚才在写那个配置的时候 或者我们直接在这在这看 来 是不是有cookie啊 你看 这个cookie我们设置了吗 没有 我们没有设置 你会发现 是不是他自己给我们设置的啊 对不对 他自己给我们设置的 因为 你看 我把它删他 现在是不是这里没有 对吧 你看 我这刷 刷新 我在这是不是登录啊 点登录 点不上是吧 登录 是不是过来了 我们再来看 你看两个cookie了吧 是不是多了这个一个 对不对 其实 我们刚才在我们的puzzle file里边加的这句话 他帮我们干了两件活 在模板中应用怎么应用 就这么显 这么显 那么 这个我们加的这句话有啥作用 他帮我们干了两件活 第一个 为浏览器 设置了 一个名为啥 杠 XSRF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的一个 的 安全 cookie 安全cookie 那么 这个 cookie 在 关闭 浏览器后 会 失效 比如说 他的一个过期时间 是因为你关闭浏览器了 他就过期了 能解了吧 这个 是他默认给我们设置上的 第二步 为啥 你要你要想 我们这个就能访问了 现在 对吧 是不是这个还不能访问 为啥 哎 监工里 为啥 监工里是为啥 为啥这个页面现在就行了呢 为啥 这个页面 他就不行呢 监工里是为啥来告诉我 就 张立军你告诉我 监工里是为啥 不用你坐着说就行了 不知道 这个看过吗 他不就是给我们这个表态里加了一个隐藏欲吗 所以才让我们可以访问了吗 张立军你没说吗 我不知道你说没说啊 为啥我们现在自己的这个模板的现在能访问了 因为这个句话第一个是不是设置了一个安全固别 第二个他就干啥了 那么为模板 表单 添加了一个隐藏什么的输出一个输入框一个隐藏欲 隐藏欲 这个隐藏欲 名为 名为啥呢 下个线 XSRF 那么 直为 直为 我们浏览器是比如-XSRF 那个cookie啊 - XSRF Cookie XSRF XSRF 这个cookie的 值 你看着 我们的这个浏览器里这个是不是有个这个这个值啊 你看看这个cookie 你看看我们这里边这个cookie的值 你看应该是打的6什么15的这个最后你看一不一样 是一样的 他是把这个cookie的值放到了这个模板的表单域里边 你看是不是多了一个影铺他 名字为-XSRF Y的是不是这个值啊 看到了吧 那么你想 既然他有 我给他粘过来 是不是啊 来我得把刷新一下 我把他刷新一下 等路 哎 又行了 所以 这不是绝对安全的 啊 他绝对不是绝对安全的 我这样我也能搞他 对吧 就是因为你看 其实就是因为在我们这加了这么点东西 他才安全的 能理解了吧 啊 为啥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一般啊 可能他会做一个访问 或者什么呢 你不好找这句话 能理解吧 就是说你在这 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还不好找他能理解吧 是就这个问题了 啊 那么其他的我们其实也能 但是现在我把他拿出去了 是不是他又不能访问了 拿把他拿了你看 哎 我没拿出去了 没保存 哎 是不是不能发挽了 对吧 那么在模板里 我们开启了XSRF之后 我们是不是在模板里添加这句话就OK了 模板我是不是就是已经可以简单的稍微的安全一些了 能解了吧 哎 那么他的一个因素 我告诉你 必须要有谁呢 我告诉你 哪去了哪去了 乱七正了 哎 我弯了那枪啊 144 这个里边啊 他必须要有这个Cookie才行 如果你想使用XSRF防护必须要有这么一个XSRFCookie能理解吗 啊 必须要有这么一个Cookie 啊 没这个Cookie你是开启不了防护的 但是 我们这句话 他会默认 自动给浏览器是不是去添加一个XSRF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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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kie啊 对吧 这件活是我们自己完成的吧 不是吧 那这句话就已经给我们完成了啊 这句话就给我们完成了 而且他不仅仅只添加了一个一个Cookie还添加了啥 在表单里边还给我们添加了一个隐藏欲 他的名为-XSRF值为这个呃 名为XSRF这个Cookie的那个值看到了吧 哎 所以说这样他才叫安全的啊 但是他也不是觉得安全只要我找到他了 在我的代码里一添加我也能访问 啊 那么这是这样的啊 啊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什么了 在非模板中使用 什么叫非模板中使用呢 啊 什么叫非模板中使用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我不是用 这句话了 能理解吧 我是手动的 或者用一些其他方 比方说一些阿甲克斯的请求啊 是不是啊 阿甲克斯请求 我是不是得在GIS里去写呀 对不对 哎呦 这种的 不是我直接在模板里有的阿甲克斯请求 你说你写完这个对阿甲克斯请求有影响吧 是没有影响的 能理解吧 阿甲克斯还是该给你屏蔽 还是给你屏蔽 能理解吧 哎 那么我们说的非模板中用 就是说在模板中不使用这句话 我们如果发起阿甲克斯请求啊 或者其他的方式 我们怎么去 把这个保护起来 能理解吧 那么 上午呢 也就讲这么多了 啊 你好好把那个我们所讲的那个 呃 中午呢找时间看一看 我们下午呢还有 哎呀 下午的代码更重要 不是说他的代码重要 因为 哎 这还多一个 是因为下午这个代码更绕 这个代码很绕的 而且如果我下午再讲点异物的话 哎呀 那你们今天就烧脑了 这下午在这红日子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